目光说电影,角度很新颖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恐怖片《邻居》 影片的女主小英是一个12岁的中学生 这天她在公交站等妈妈接她 但天空都下雨了,妈妈也没来 小英只好背着书包往家跑 路上遇到了邻居,看见是熟人 小英没有多想就上了车 但其实这位邻居是变态杀人狂 快到家时,邻居让小英帮忙拿了下箱子 然后就趁机将小英乌晕带进了屋子 第二天邻居点了一份披萨 外卖小哥发现每次邻居点一份外卖 就会发生一个案件 镜头一转,小英被困在地下室里 他请求邻居放了她 但残忍的邻居直接拿锤子杀死了她 第二天将碎尸装到箱子里扔到了郊外 看到新闻的香包老板认出了那个箱子 但因为不想惹麻烦就没报警 几天后,小英的继母正在家里做晚饭 满身是血的小英居然回来了 带着哭枪喊了一声妈妈 那天因为没有接小英 所以才导致她遇害 妈妈一直都很愧疚 而小英已经去世七天了 但每晚十点都会准时回家 而且浑身都湿漉漉的 还少了一只袜子 妈妈躲在墙角瑟瑟发抖 也都不敢看她 吓得不敢睡觉 看到妈妈没有回应自己 小英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物业的保安老黄收拾垃圾时 发现了一对臭烘烘的包裹 顺着地址 老黄找到了杀人狂门前 打开包裹发现居然是小英的校服 杀人狂趁机一锤打死了老黄 她再次来到香包店买箱子 香包老板对她起了疑心 想试探一下 但被杀人狂的眼神吓了回去 这次杀人狂分解后 并没有立刻扔掉 此后的几天 大家似乎都对她起了疑心 物业的大妈和修水管大叔 天天往这里跑 大叔在修水管的时候 发现了一滩带头发的血迹 见事情要败露 杀人狂想对大叔下手 看到大叔手里的扳手后 就打消了念头 出来后大叔没有报警 因为他也是个杀人犯 但韩国法律规定 只要15年没有被抓到 就会消除犯罪记录 这天杀人狂在停车的时候 被黑帮老大教训了 为了报复他 杀人狂绑架了香包老板 当天晚上找到黑帮老大 故意被暴打了一顿 为的就是让凶器上 留有黑帮老大的指纹 然后回家后 将凶器装进了 有老黄尸体的箱子里 黑夜中扔进了荒地里 第二天警察就抓走了黑帮老大 接下来杀人狂决定 对物业大妈的女儿小美下手 因为她和小英长得太像了 经常会吓到杀人狂 这天晚上 她刚想对小美下手 被小英继母带到了 马路中央躲避 才能免于伤害 而此时香包老板 也挣脱了绳子 手机关机的最后一秒 给外卖小哥打了电话 而这时杀人狂回来了 桃玉的黑帮老大 及时施救 保安大叔也一锤 结束了杀人狂罪恶的一生 影片的最后 继母温柔的 看着回来的小英 轻声的说着对不起 其实看完这部电影 真的是让人背后发寒 有时候最坏的人 不一定在远处 也许就在我们身边 所以屏幕面前 无论是男女老少 都要保护好自己 毕竟生命才是最可贵的 好啦 看了电影就是我的人 点赞加关注 木瓜带你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啦